大家好,我是老高 本期我们折腾下明凡迷你工作站 MSA1 AMD的版本 官宣片里的立志参数 介绍的比较详细了 我们直接开箱 依旧是封套式的纸盒 整体比较重 整理一下所有的配件就在这了 多过语言使用指南和附录介绍 HDMI线来一根 电盘包同款品质型电源线一条 19V12.63A 共240W大号板砖电源适配器 插头是5.5x2.5DC源头不含音插 U27固态硬盘转接板一个 附有防尘盖 夹子一个 拆机时用来拉出主板托架的 后面我们展示一下 板砖电源重约762.1克 加电源线 889.1克 本体重约1700克 电源长约17厘米 宽约7.8厘米 厚约4厘米 本体宽约18.9厘米 长约18.7厘米 裸厚约4.8 加脚垫5.09 脚垫厚约2.9毫米 整体进水机箱顶盖增加了进风散热孔 机身黑色上部风 底板大面积散热孔 背后IO侧比MS01变化较大 前面板电源开关 3.5厘米一屏口 USB2.0一个 USB3.2 5Gbps两个 上部有大面积散热孔 看一下后面IO 两个2.5G网口 DP2.0一个 HDMI2.1一个 当使用Phoenix架构CPU时 这里为USB4口 满选40Gbps 当使用Rafael架构CPU时 这里为Type-C口USB3.2 10Gbps USB3.2A口10Gbps USB2.0一个 Oculink接口支持PCIe 4.0x4 DC19V电源输入口 底板 4个架构的脚垫 大面积散热孔 内附防身网 MS01和A1的对比 一眼看上去 最明显的就是 顶盖的散热孔明显不同 A1的更宽更多一些 前面板不能说十分相似 简直就是一毛一样 底面只看底板部分 是一模一样 前盖是一样的 这个尾盖部分 01更宽一点 再看IO的差别 01多了PCIe乘8 也就是8条PCIe通道 还有两个光口X710 占了4条通道 小伙伴们可能会说 那MS-A1这不是缩水了吗 其实主要的锅在AMD这边 Intel 12 13代移动端处理器 有28条通道 而AMD可用的通道数只有16条 少了足足12条 那势必然在MS-A1的扩展性上 是要收到AMD的制约 2.5G网口两个都有 USB4部分 A1只有一个 因为CPU是可更换的 所以这个C口会因安装的处理器架构不同 而相应的称为USB4或USB3.2Type-C 但都有DP显示输出功能 A1显示接口比01多了两个 USB略有变化 同时还多了OcuLink 可以提供PCIe 4.0x4的速度 用来接扩展屋 接独立显卡 搬着网卡也是没问题的 老高后面有详细的测试 01的尾盖长了一截 一方面是为了PCIe扩展卡挡板 凸出来美观问题 另外还加了快拆的按钮开关 而A1则更显得紧凑 简洁小巧一些 在重量上 01重约1400克 比A1的1700克少了300克 下面简单打开机箱方法 卸掉IO侧两个螺丝 使用机器赠送的小夹子 插入IO侧散热孔中 夹住金属格栅轻轻往外平拉 就可以轻松把主板托架拉出 注意的是要夹住格栅内的金属部分 避免夹到塑料尾盖的挡板上 闭合时 把主板托架推回机箱中 到位之后 把右侧的两颗固定螺丝拧上即可 现在我们开拆 拧掉底板8颗固定螺丝 底板背面可以看到4个专用的脚垫固定位置 并贴有防尘网 去掉底板前面板可以轻松取下 我们首先拆掉这个大散热片 看看下面的情况 卸掉螺丝两颗 取下散热片 背面有内存位 以及两条M2 SSD盘位的导热垫 散热片宽约4厘米 厚约1厘米 长约14.5厘米左右 散热片下面两条M2盘的安装方法 使用5号套筒 拧掉正六边形的固定螺模 可以看到它是二阶的 下面螺丝部分用来固定M2盘 上面螺模部分用来固定上方的散热片 另外一颗固定螺丝同样的 卸掉之后就可以愉快的安装M2盘了 最后再把散热片还原 拧上螺丝 完工 太简单的部分老高就不演示了 下面这条M2是PCIe 3.0x4的 上面靠近内存这条是PCIe 4.0x1速率 拆掉导致电 看一下内垂上有贴片 背面是不干胶贴在内存上 化妆里自带的内存来自 英瑞达DD25 5600MHz 笔记本内存16G两根 底下主板也贴有同样的贴片 这样两条内存共三张贴片 包裹严实 贴片一方面有导致作用 避免内存运行过热 另一方面还是吸波材料 保证运行减少电磁干扰 多鉴于笔记本中 撕掉风扇和散热片上的密封胶带 它具有一定的导封密闭作用 细掉CPU主散热风扇 来自Breadfan 12V 0.35A PWM四线涡轮静音风扇 细掉旁边的辅助风扇 同样是来自Breadfan 12V 0.25A PWM四线加厚的静音涡轮风扇 细掉反面主M2盘位的独立散热片 可以看到一边有导热电与M2 SSD贴合 另一边PWM四线静音风扇 来给散热片散热 并将机箱内的热风向外吹 套装自带的硬盘来自 金士顿M2 2280 NVMe SSD PCIe 4.0×4ETB 卸掉WiFi网卡固定螺丝 无线网卡和天线固定片为定制PVC材质 严丝和缝 无线网卡Intel 2110 支持160M频宽 2.4G BPS MFi6E蓝牙5.3 这个为U2和M2盘切换开关 到我们使用U2转接时 记得把档位放到U2上 使用M2盘使则必须切换到M2上 因为二指的电压不同 小心避免烧坏 下面四个螺丝 为转接板的固定螺丝位 具体的U2盘演示操作 可以看往7MS01的视频 另外因为使用率比较低 后面正式版MS-A1 将逐步取消对U2转接的支持 背面的两条M2 均是PCIe4.0x4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芯片 创为3590USB3.2GN2 Tab控制器 8TE5571EC电源控制芯片 Reotech瑞宇ALC269 入门级版载生卡 2.5G网卡同样来自瑞宇 8125BG 显示钻口芯片来自百利通 1203 PWM控制芯片来自利奇 3672 华邦WSON8封装32MNOR BIOS芯片 下面我们装起来 下面看一下电源 除了这个LED工作指示灯 微弱的耗电外 空载的待机功耗约0W左右 空载电压18.86V左右偏低 通常19V的电源 空载电压在19.3V左右 在插入HDMI键鼠电源之后 点开机进入BIOS 可视化定制的BIOS界面 我们使用BIOS默认设置 并没有额外设置功耗和温度强 全部默认状态 下面进入各硬件的测试 以及烤机 首先是CPU-Z跑个分 单核675 多核7075.8 跑分仅供于乐 具体还是要以使用效果为准 下面是自带内存的测试 目前两条内存条的 待机温度约42度左右 进行AD64完整的内存读写测试 测试期间连续读写 内存温度最高升到约46度左右 自带硬盘的测试 这块硬盘金时段1T PCIe 4.0x4的 待机温度37度 几款硬盘常用的测试软件 读写速度如上 满载读写时最高温度48度左右 有线和无线网卡测试 上半屏无线网卡 主AP2.5G口 BE7200 距离7.2米 承重强一面 下半屏 有线网卡 交换机2.5G 距离9.6米 超5类无样童网线 iProv3打流测试 单线程上传下载 多线程上传下载 需要的小伙伴可以点赞停查看 1万平测试 无线网卡和有线网卡 均无丢包 无断流 延时正常 LibroSpeed 均往web端上传和下载测试 下面i的64 单烤FPU100% 环境噪音约30分贝 环境温度30.4度 待机功耗11瓦左右 贴脸和距离30厘米噪音 外壳温度无上 考骑功耗约96.6瓦 贴脸和距离30厘米噪音 外壳温度如上 i的64FPU100% 烤机30分钟 8核全核维持在4.2至4.3GHz 无过热降频 待机低功耗和静音达成 贴脸侧待机噪音约38分贝 烤机噪音约58分贝 在距离30厘米时 待机噪音约31分贝 烤机噪音约47分贝 与MS01相当 这颗8700G CPU TDP最高65瓦 性能释放一条直线 在室温30.4度的情况下 CPU最高84.8度 散热性能没有问题 烤机详细后面加速播放 需要的小伙伴点击暂停查看 本地AI大模型 以META LAMA 3.1 CB 94KM为例 跑个俄罗斯方块编程 第一Token是2.77秒 共用时74.12秒 速度是11.37TOK每秒 跑下3DMark Steel Nomad Lite 19.94FPS Time Spy 显卡得分2808 Fire Strike 显卡得分7956 然后是PCMark 10 Express 总得分6051 其中基本功能得分1090 生产力得分9918 测试的项目非常多 且细致 这里就不一一展示了 我们加速播放 看一下提交网站后的分析数据 运行 详细信息中可以看到 这台机器的性能低于游戏台式机 但是高于游戏笔记本 既然提到了游戏 对于迷你电脑来说 缺少独显 是它最后一块短板 目前的核奖性能属于网游虽便玩 但是3A较吃力的状态 没有显卡扩展屋 它不是完整体 现在我们看一下 明凡新出的Oculink显卡扩展屋 DZ1 丝膜开盒 所有的配件在这了 指南和附录 高品质的Oculink数据线一根 老高还是第一次玩 插头有点像小号的DP插头 线体外面是编织层 里面有屏蔽层 线整体偏硬 注意看插头有按钮 按下后插头上两个固定 齿牙缩回才能拔插 与有些DP插头是一样的 显卡固定杆一根 螺丝一包用来安装电源 和固定显卡之用 扩展屋本体重约877.4K 长约27厘米 宽约17厘米 厚度上宽边约4厘米 窄边约2厘米 看下外观 乘16的PCIe标准插槽 24帧的主板电源插口 整体金属机身 电源安装位贴有减震层 一是起到保护缓冲防滑的作用 另外防止电源风扇转动 产生共振噪音 支持ATX和SFX两种电源 旁边是Occulink 接口 另一侧是强制启动开关 对于非名翻的机器 如果自起无效 可以使用它强制启动 下面开拆 拧掉底板6颗固定螺丝 轻松先下底盖 PCB黑色 整洁漂亮 拧掉6颗固定螺丝 取下PCB 拔掉强制开关的电源插头 PCB干净 没有复杂的设计 走线清晰 左边是Occulink接口 旁边是一个逻辑门 两颗PCIe振似控制芯片 来自百利通 然后就是24P 滤波电容供电及保护电路 然后我们装起来 下面是扩展屋的实用 除了可以扩展独立显卡 也可以扩展网卡等 后面都有测试 这块显卡是往期视频里出镜的 魔龙1660 Super 不是什么高端货 老高拿它来做个演示 为了录这个显卡扩展屋 老高自费上了这个全模组的电源 只为它装机后好看点 打开自带的螺丝包 使用两颗螺丝 将这个ATX电源固定 整理一下线 我们需要一根24P 一根8P 首先把24P的插头插入扩展屋 因为插头和插座都是比较紧的 我们这里要反复确诊几次 给它插到底 然后把其他线离好 离整齐 注意这里 挡板要插入扩展屋底板的凹槽中 将显卡到PCB 金手指对准PCIe插槽插到底 这时候我们发现显卡是晃动的 就需要这个固定的支架了 将支架固定在电源一边的螺丝孔位 然后把显卡的挡板 用其他的螺丝固定紧 确认一下几个螺丝都拧紧了 好 没有问题了 最后再把显卡的8PIN供电插头插好 确认插到底 整理一下供电线 好 这样显卡扩展屋的安装基本完成了 下面是连接到MS-A1上 注意一下Oculink插头 这个按钮有锁扣 我们需要把它按下 然后插入 注意此时机器和显卡扩展屋 必须是在断电的情况下 好 然后再连接MS-A1背后的Oculink插口 在这 因为Oculink是不支持热插拔的 所以不管是插入还是拔出 都必须在机器关机断电的情况下操作 下面是开机的顺序 一定不能乱 否则可能会显卡不识别 第一步 关机状态下 首先打开Oculink扩展屋电源 注意这个强制开关不用点 对于非明凡机器 如果自动启停有兼容性问题时 才需要强制开启扩展屋 第二步 电脑点击开机 可以看到显卡扩展屋 跟随电脑开机而自动启动 等待进入Windows系统 显卡同时支持节能模式 当不需要它时 则会停转 进入Windows系统 发现新装的外接扩展显卡 然后把提前准备好的显卡驱动程序 双击进行安装 这就加速了 好 已经成功识别读显 我们把接在核显上的HDMI线拔掉 然后插到读显的HDMI口上 当然DP口也是可以的 可以成功显示画面没有问题 分辨率和刷新率也正常 下面拿出我的Xbox手柄 我们测试下游戏 使用外接读显 与使用核显 我们做一个同屏的对比 当然我这个显卡算不上什么好显卡 左边扩展度的显卡 右边核显 地平线5 1080p低画质 1660s比780m核显 不同场景大概高20-40fps 古墨丽影暗影 1080p低画质 性能测试 看最后结果 1660s平均92fps 780m核显 平均40fps 大表哥 1080p性能测试中 游戏坚持到独显 自动调整为中画质 而核显是跑在低画质上 看最后结果 平均帧率差不多 但独显的最低到最高之间 浮动比核显要小得多 另外画质要高上一个档次 扩展坡的另类玩法 我们也可以接万兆网卡 比如这张Intel X520 双光口万兆网卡 安装完成后 点击开机进入系统 我们首先装一下驱动程序 可以看到已经携声到了实际BPS 我们跑一下LibreSpeed 居于往外部端的上传和下载速度测试 可以看到下载基本跑满 上传没跑满 是因为我的测试中 对面的NAS性能拖后腿了 然后再换另外一张网卡 可以看到下载和上传的速度 和刚才的网卡差不多 还是受限于我的NAS性能 使用的是这张小伙伴们比较熟悉的 捡垃圾来的浪潮X540 双电口万兆网卡 建议日常使用中加个风扇 这火实在是太热了 测试了下这张麦洛斯不行 另外两张Intel的万兆网卡都没有问题 另外如果我们处理器支持 还可以搭配USB4来扩展万兆网卡 或者使用雷电万兆网条 可以实现20Gbps的传输速率 作为一台迷你工作站 那跑个虚拟机服务器是最常见不过的了 我们也可以拿来玩核显直通 首先是PVE 登陆PVE我们可以看到系统概况 8770G 780核显 虚拟WIN的设置需要的小伙伴点击暂停 运行命令行启动虚拟WIN 虚拟的BIOS引导画面 相关AMD核显直通显示输出的完整教程 可以看往期视频 任务惯力器性能中 GPU显示 设备惯力器中核显声卡均正常 HDMI声音正常 除了PVE还有安锐的可玩 毕竟MS-A1有4条M2盘位 可以玩全闪NAS 要知道一台成品的全闪NAS也要万了八千块 系统启动卡在这是正常的 和之前玩PVE核显直通是一样的 添加了核显的启动黑名单 好进入系统了 可以看到MS-A1-8700G 780M核显 我们点击启动虚拟WIN 可以看到虚拟的BIOS引导画面了 进入系统后 任务惯力器性能中 GPU显示 设备惯力器中核显声卡均正常 HDMI声音正常 这样我们可以在运行虚拟底层系统的同时 可安装多个不同系统的虚拟机 Docker容器跑多种服务 NAS应用 化身称一台小型Oin1服务器 榨干它硬件性能的每一滴血 看一下虚拟WIN的设置 难点在Webios的提取和合并上 相关的教程可以看老高往期视频 关于安锐的核显之东显示输出的完整版教程 可以看这期视频 从6分39秒开始 总结下 明凡MS-A1 亮点 一 全金属抽拉式机箱 设计可圈可点 做工优秀 分量十足 二 支持AMD 桌面级 Rafael和Phoenix AM5处理器 最高支持9950X 三 8700G TDP 65W 性能释放一条直线 在30.4度 环节温度下 FPU单口最高84.8度 距离30厘米 噪音47分贝 待机只有31分贝 待机功耗低至11W左右 四 散热不遗余力 像内存M2等发热大户 均有大面积散热片 主M2盘增加了主动散热风扇 五 拥有HDMI 2.1一个 DP 2.0一个 以及USB-C 共三个显示接口 支持8K三平易线 六 大满罐接口 四个M2 NVMe盘位 两个2.5G网口 还有一个OcuLink接口 支持最高PCIe 4.0x4的扩展 七 配合USB4 第一G1OcuLink扩展坞 可以用来外接 独立显卡 万兆网卡 采集卡等 PCIe扩展 把多系统多服务 PVE Unread等玩法 全闪NAS 虚拟机软路由 All-in-one 媒体服务器等多种玩法 老高建议 一小伙伴们都知道 AMD平台内存频率 对核显性能影响可谓巨大 希望内存默认频率 支持提高到5600MHz 再就是开放内存超频 那就更好玩了 二 附送的HDMI线缆 建议用细线 另外多送一套专用的脚垫 那就更好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 全部内容 如果您喜欢的话 也请务必点赞 投币三连转发 这会对老高有非常大的帮助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折腾的开心 开心的折腾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